它的精度是66纳米 可以存储100万张高清晰度的照片 它的生产商就是这一家 在无锡新区投资39亿美元建成的 海力士易法公司 最近这家公司刚刚完成了 二期工程的建设 这个项目的投产 使我国半导体产业 提前20年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海力士易法的进驻 以及随时来的80多家 集成电路设计封装和测试企业 在无锡新区形成了一条 拥有2万多名专业人才的半导体产业链 从引资到选资 随着对外开放的领域增多地域扩大 我国利用外资的层次进一步提高 截至目前 全球500强企业 已经有480多家来华投资 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 近1000家 2006年以来 我们吸收外商投资的结构和质量 发生了很好的变化 制造业外商投资的比重 6年来首次出现了下降 而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 则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今年上半年 以外资企业为主的秀外顺收达到5077亿元 同比增长23.5% 目前全国有2800万人在外资企业直接就业 比2002年末增加19%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 一些原来担心受到冲击的行业抓住了机遇 通过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自主创新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在竞争与合作中实现了双赢 2003年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8.1% 出口产品结构明显改善 我举个例子 2002年的时候 两高一支的产品 在我们出口中的比重高达15% 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80% 47岁的农民王电海 20多年来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家乡的变化 还成了吉林日报的通讯员 85年我高中毕业回家通地了 哎呀当时好像 哎呀正是包产到处的开始 农村出现了老多的新鲜事了 搞严检地治理 就是让王电海感觉到很新鲜的一件事 为此1995年他写了一篇 卫子村的好书记的新闻稿 说的就是他们村的村支书 如和带领村民治理严检地的事 当时在严检地上开发送稻田 国家不收一分钱 另外还给补助 可是就是没人愿意干 人们就不相信在这么送的严检地上 能长出稻子来 王电海回忆说 当时李书记治理严检地的决心可大了 带着大伙在严检地上打紧台马水田 他自己还包下了碱性最大的一块地 群众看到成效了 积极性一下上来了 现在这个这里的水田的牧场 已经达到了一千多斤以上了 你看一看 这块就是 这田边上这严检地减面的地 过去都是这样 大片大片的连片的土地 那个减面的地 严检地得到了治理 温饱不成问题了 2002年村民们开始引中韩国的金塔辣椒 没想到这小小的红辣椒 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致富的门 为了让辣椒能卖上个好价 我们村子许多头脑灵活的人都当起了经纪人 于是王滇海又向吉林日报投了篇 让子镇经纪人队伍捧火红色产业的新闻稿 详细描写了他们村的辣椒经纪人 如何把外地加工厂引进入村的故事 有了辣椒加工企业 我们的辣椒身价倍增 种辣椒是我们镇的农民 人均增收2000块钱 辣椒村不但种辣椒有名 而且大量引中了市场上看好的西瓜香瓜 还闯得远近文明 于是就在去年 王滇海又一篇题目 叫让子镇大型绿色产业的文章上了报 说的就是两瓜一椒 如何形成产业带的事 每年都有老多了 外地客户都到我们这里来采购了 过去的这些盐碱地 现在成聚保盆了 近十年吉林省西部盐碱地 质量面积达900多万亩 粮食生产增加了40亿公斤 农民人均收入由1800多元 提高到3600多元 广西大学教授陈宝善 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回到祖国 全身心投入病毒学研究 多项科研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目前陈宝善正着力 为广西主要农特产品罗汉果和纸添椒 培育抗病毒的新型品种 并已有成果申报国家专利 陈宝善198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后来被公派到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 1991年 陈宝善赴美国学习和工作 在美国期间 陈宝善在低毒病毒的分子生物学 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等研究领域 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 1999年初 陈宝善初步建成了一个全新的 研究病毒宿主因子的系统 这项研究使艾滋病 肝炎 流感等疾病 有可能找到新的预防和治疗途径 陈宝善萌生了回国的想法 这项研究有可能会导致一些 比较重大的科学发现 我想最好是在国内 让自己的成果 为提供祖国 提供广西的科学世界发展 做的贡献 有了这个想法后 陈宝善依然放弃了 美国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回到广西大学任教 当时陈博士回来的时候 实验室条件非常有限 他要建一个实验室 我们就用一个会议室 给他改装了一个实验室 给他做实验 在艰苦的条件下 陈宝善建立了世界上最优秀的 克隆病毒宿主因子基因的模型系统 几年来 陈宝善所在实验室 累计承担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80多项 国际合作项目6项 在新型抗逆农作物 种植创建 动物克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我没有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 没有广西这片育营的沃土 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愿意把自己的所有材质 献给我的家乡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在发展中始终坚持自主创新 着力打造大研发体系 使企业的综合研发能力 居全行业受备 日前 国内第一款自主汽油直喷等 三台发动机 在一汽集团正式点火 标志着一汽的自主研发 在核心技术领域 取得了新的突破 这台发动机就是一汽 这次点火的目前我国的 第一款自主的汽油直喷发动机 它的研制成功 不仅仅实现了我国 轿车的汽油机技术 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功接轨 更重要的是 它可以完全覆盖 并满足了目前一汽 正在自主研发的 所有中高级轿车 对发动机的需求 这次点火成功机 相当于一汽的一个 汽油机的直喷技术的 浮发器 带生了 近年来 一汽建立了 以技术中心为主体 从产品策划 产品设计 生产准备 到采购 制造 销售 服务权过程的 大科技研发体系 使产品开发 具有了体系化的支撑能力 2000年以来 一汽的研发投入达70亿元 相继开发了 58个系列的920种车型 申报国家专利180项 目前一汽已拥有 汽车专利技术 475项 位居行业第一 自主品牌 已经占其产品的50%以上 每年经营收入的70% 来自创新产品 15期间 我们是从制造硬件水平上 跟国际接轨 1015 我们希望投入这130个亿以后 在研发和部分研发的 软件的水平上 跟国际上接轨 今年以来 山东进一步集中财力 重点支持多项汇民举措 切实提高百姓生活质量 山东实施的自来水村村通工程 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 剩下的大多是南肯的硬骨头 像青云等县区 地下几百米都是酷咸水 经过专家论证 解决办法只有引入黄河水 但随之而来的是 投入也大幅增加 针对这一情况 山东各级政府特事特办 在最短时间内 就新增专享资金3亿多元 用于铺取饮水和补贴 新建改建水库 年底就可解决 这几个地方160万群众的 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近日山东省决定 今年再筹集19亿多元资金 集中投入民生需求 新增财力主要用于 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资助体系 提高新兴农村合作医疗 补入标准 实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建立能反母猪补贴保险等方面 安徽黑龙江 跟对农村发展需求 因力质疑帮助农民 解决生产资金缺乏的难题 去年安徽变财政扶贫的 书写为造写 在贫困农村试点 推出了生产发展互助资金 由财政扶贫资金 和农民自愿投入两部分组成 推选出村民小组管理监督 参照银行利率 借给陆绘农民发展生产 解了不少贫困农户的燃眉之急 今年安徽开展互助资金的试点线 已扩大到30个 近千万农民从中受益 在黑龙江 哈尔滨商业银行 打破以往农村小额贷款 春天贷秋天收的老模式 扩大发放范围 对农民增产增收的好项目 按照生产周期 资金运转的不同特点 在还贷时间 贷款额度等方面 提供个性化服务 哈尔滨南平村村民张丽娟 去年赶上资料价格上涨 眼看着猪快养成了 却无力继续投入 银行得知后 获利为他办理了应急贷款 缓过劲来的张丽娟 今年赚了不少钱 截至今年6月底 哈尔滨商业银行 小额能源贷款 累计投放21万户 总额40亿元 到期回收率达到99%以上 刘乾坤是新疆乌鲁木齐市的 一名普通民警 35年来 他精打细算 节衣缩食 却将自己大部分工资收入 拿出来 资助帮扶困困难群众 1969年 刘乾坤从黄河岸边入伍 来到天山脚下 1975年 当他听说家乡 正在兴建水利工程时 就毅然把自己6年的存款 全都寄给了 河南省浦阳县 黄河水利办公室 署名新疆某部红兵 从此 刘乾坤便开始了 长达35年的捐款资助 我始终把中华民族 比如一个打家庭 自己就是一个家庭的医院 认为自己说做的一切 都是应该的 这590多张 署名各异的汇款单 是刘乾坤这些年的部分捐款 粗略地计算一下 就有十多万元 而刘乾坤家里 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外 没一件像样的家具 这间潮湿破旧的平房 他一住就是20多年 月收入2000多元的刘乾坤 每月除了购买生活必需品外 其余的收入都用在了 帮扶困难群众上 居民顾玉英的丈夫 1999年因车祸成了植物人 刘乾坤得之后 8年来就没有间断 对这家人的照顾 一直没给买米买米 买油 他自己吃香菜摸摸 钱摸都生给我们 不久前 刘乾坤补发了9900多元的工资 得知云南重庆等地 遭受洪灾后 他就毫不犹豫地 将这笔钱寄往了灾区 把这个库巴留给自己 把乡数人让给别人 这是我们坚持的这个终止 2007年世界药学大会 继国际药学联合会 第67届年会 今天在京开幕 国务院副总理 无疑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会议以寻证药学 与药品的优化使用为主题 将交流世界各国药学科技的新成果 探讨药学科技 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新领域 国际药学联合会主席 卡玛尔米达先生 也在开幕式上致辞 来自80多个国家的 3000多名药学界代表 参加了大会 第三届吉林东北亚 投资贸易博览会 今天在长春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曾培言 出席并宣布开幕 博览会由商务部 国务院振兴东北办 和吉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 博览会期间将围绕 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 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组织开展商品展示 投资贸易洽谈 和专业国际会议等活动 来自62个国家的 116个团组 参加了博览会